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 人称重庆路小鲜肉 来 掌声有请他 全程热烈 我叫刘海龙 今年23岁 来自四平 现居长村 我的爱情卷是 大叔不靠谱 小鲜肉才是你爱情的归宿 2号 周哥 哎呀 这上来 哎呀 你小毛牙子 你上来像个地巴掀 你胖 你就把我灭了 咱俩这身高其实挺般配 没比我高多少 我1米5 我找个公主 我咋的呀 我姓母叶茶呀 容嬷嬷 容嬷嬷 你见过这么好看的容嬷嬷吗 今天见着了 行 帅你今天开眼了 我跟你讲 谢谢 看一下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这个小鲜肉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帅哥来贴膜 好嘞 这就是我 一个电视商场的贴膜小哥 别人的贴膜靠的是手艺好或者价格低 而我是靠颜值高 来 美女手机拿好别得了 朋友私下给我起个名叫选拳肉 有一次我收拾个快递 说是小鲜肉的 给我遭一愣 我知道台上好多女嘉宾都喜欢大猪型的 比如是咱王璐雅 我就想说大猪哪好啊 小鲜肉看得多脆眼 人家现在做我的肉堂吴亦凡 不能是小鲜肉吗 咱也是我 我长得小也不能证明我不成熟啊 我也是挺爷们的 我每天都要去健身房健身 偶尔还去打打拳击 人做了30个俯活生 根本不知事 除了这些 我每年都会去陷血 碰到阿姨推车上不去坡了 我都帮忙退一把 时机放假回家 家里农活我一个人全包了 我还特别会做菜 什么可乐鸡翅 红烧排骨 红烧鲫鱼 如果喜欢吃 我以后都会做给你吃 但我爷们的一面 只表现给我喜欢的人 我喜欢温柔有气势的女孩 比如12号和16号 我不喜欢9号艳冷那样的 你得火一火了的毛张广了 要说他太虎了 虽然我个小 但是我能接受比我个高的女孩 我就觉得我和个高的女孩 在一起没啥不选的 因为我有气场 不是你试试 3号小童 那个燕子姐我又觉得我找到知音了 紫画纯角 就觉得吧 小伙他你是23是吧 对 我觉得你有点像初中生 就是我一常上大街 让人都说你多大呀 我说我24了 然后人都说你妈呀 你都24了 我都没醒了 我心里20 18 你都没敢往多里猜呀 你丑小伙应该多大年纪 我丑啊 要是他不告诉我 我以为他21 20 或者是18 3号小童 你站住了我们俩 我们看看你们俩的是不是很像像 来来来来 有请有请3号小童 你多大啊 24 你多大啊 23 说他俩十五六都信呢 是 是不是 你哪班的 我二班的 你哪班的 三班的 也太好了 太巧了 我一会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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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问问那个小童感觉咋样 那个有点让我补充了上学时代没搞对象的遗憾 你觉得这男孩咋样刚才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 挺幽默的挺挺好的一个小伙 谢谢 现在感觉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吗 有 那带着满满的幸福感先回去吧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